你看我那個賴副總統齁 奇蹟敗壞齁 他出來講說 我跟他一開始他說他跟我交情沒有那麼好 結果現在人家就把那個照片都換出來 他跟我勾肩搭配的照片 然後他說 叫我講出來 他是什麼時候跟我 我跟你講 他自己跟我講過他都忘掉了 2018年3月有跟他見過好幾次面 他說我跟他交情沒有好到 要搭到小黃街裡面講話 怎麼沒有 我跟你講 我到時候叫那個 他還民進黨的 其實在星德也不用這麼氣急待會 你講一大堆 不如我們就問你 既然要爆料再到一個 我跟你講 2016年5月20號 蔡淵湖要上任前三天 本來找 後來有查過 來來來小超看一下 本來台北跟新北 甚至包括基隆 就是所謂的 甚至到桃園的北部 叫首都生活圈 其實都是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 我還記得有一次 你知道 那個議會 我們台北市議會 叫他罵我說什麼 我當台北市長 你知道 那個捷運都沒有蓋 我說奇怪 我們每天 每天那個捷運 捷運工程局常常進來報告 怎麼會沒有蓋 後來我想一想 你知道 其實大部分都是 台北市捷運局到新北市在蓋 比方說 板南縣最後到頂埔那一站 還有 萬大縣一下 要到 要到 永和中和這一段 還有那個環狀縣的中環段 所以他說 他說 我說 你們 你們要 要 要抹黑人家 也不要說什麼 柯文哲 都沒有在蓋捷運 其實他說 柯文哲在台北市都沒有蓋捷運 我說 有啦 我說沒有 我在 在新北市有蓋 還有一個是 這樣 那個 2025的 世界壯年運動會 壯年運動會就是 40歲以上 才可以參加 啊 我 因為2017年 我們辦過一次 世界大學運動會 我覺得是這樣 有很多東西 不用說 關起門來 自己用 所以我當時在想說 我們如果要辦這個 2025 世界壯年運動會 當時估計 運動員大概會 三萬名 如果把這個家屬 什麼算進去 大概會到四萬名 我們就希望說 如果我們台北市要辦 你知道 全部擠在台北市 對我們台北市 難道有 更多的幫忙嗎 不需要嗎 就大家一起參與 所以我當時會跟那個 侯友宜講說 他有沒有要辦 我來找你做一個辦 所以後來我們就用 台北跟新北 叫雙北的名義 一起去申請 這個也通過了 大概後年 2025年 在台北跟新北 會辦那個 世界壯年運動會 我相信2017年 那個世界大學運動會 大家應該很有感 台灣還是需要一些 大型的活動 來塑造台灣人民的光榮感 這個 所以有啦 有啦 我們都是首度生活圈的 這台北 新北 都是一起生活在一起的 那今天來這裡 當然不能免俗啦 還是要跟大家談說 到底 2024你知道 台灣要選出什麼樣的總統嗎 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我心目中的一個 理想的國度 人家說你每天比較認真 當然那個每天7點半是一回事 每天從早跑來跑去 一直工作到晚上 你到底對台灣的未來有什麼期望 其實我跟大家講 我希望我們台灣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就可以了 正常的國家第一條就是 政府是可信的 你知道 第二條是司法是公平的 第三法律是要遵守的 第四條公務員是服務老百姓 第五條監獄是官有罪的人 我知道這幾天 那個賴副總統 氣急敗壞 出來講說 我跟他 一開始他說他 跟我交情沒有那麼好 結果現在人家就把那個照片都翻出來 他跟我勾肩搭背的照片 然後他說 叫我講出來 他是什麼時候跟我的深奧電廠 我跟你講 他自己跟我講過他都忘掉了 2018年3月我跟他見過好幾次面 他說我跟他教學沒有好到要拉到小房間裡面講話 怎麼會沒有 我跟你講我到時候叫那個周一秀出來作證 他還民進黨的 他還民進黨的 我跟你講 他只是到前幾天才被開除黨籍 退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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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樣 其實賴星德也不用這麼氣急敗壞 你講一大堆 不如我們就問你 當時要蓋深奧電廠 從一開始你就說這個要蓋 我還記得他當時跟我說 那個環評也不是我們做 那國民黨時代就做了 那個北部缺電所以要蓋 我說我真的是這樣 我說是啊是啊 你要相信喔 我說好吧 那那那那我就 我跟你講後來在議會 你知道國民黨的議員一直在逼我說 深奧電廠 我到底是贊成來反對 你去調那個 人家說走過必留下痕跡 我當時你看我就保持很中立 我都沒有說 我這個一定要蓋了一定不蓋 我想說 賴清德跟我講說沒有問題 那我就保持中立好了 所以我都在那個深奧電廠 我沒有一直講說 像那個國民黨都說 不要蓋嘛 那時候民進黨說要蓋 後來你在立法院自己說不要蓋 坦白講喔 政府能不能政策轉亂 不是不可以 因為時空環境不一樣 我也同意啦 有時候這個環境變化 政策要改 可是你要說明啊 你賴清德一開始說要蓋 後來變成不要蓋 你要跟大家講說 你為什麼改變你的政策 你要講理由啊 其實我當時我也知道啦 就是為了那個蘇貞昌喔 要再選新北你知道 所以說啊這個 如果民進黨堅持要蓋 深奧電廠喔 選票會有損傷 其實這個就是我今天要來講的你知道 我們希望正常國家的第一條 政府是可信的 政府講話要可信啊 有人問孔子你知道 他要成立一個國家 有哪三個條件 孔子說 竹食竹兵民信之宜 竹食嘛 吃要有東西可以吃嘛 竹兵嘛 國家要有足夠的 國防武力嘛對不對 民信之宜說人民對政府要信任嘛 所以孔子說竹食竹兵民信之宜 然後子貢就問他說 如果這三樣 很難三樣都同時達到 那哪一個先拿掉 孔子說竹兵 就是說齁 你沒有軍隊你知道齁 還可以 如果沒有人打你 你還可以活下去嘛對不對 好那個真的不行 三個都沒有辦法達到 要先拿掉一個 先把這個軍備拿掉 那孔子又那個子貢又問他說 那如果剩下兩個 還要再去掉一個 你要去掉哪一個 孔子說竹食拿掉 聯合經濟不好 他說齁 這個什麼 叫 民信之宜 就是說 當國家沒有信用的時候 你知道 你就算有軍隊有經濟 也撐不下去 所以齁 政府最重要的是要讓人民信任 今天台灣一個政治上很大的問題就是 政府講什麼老百姓都抱著懷疑的態度 所以老實講齁 這一次那個為什麼每次說那一顆雞蛋 你知道齁 那個一顆雞蛋真的是冰山這一家 你想想看齁 一個人公司 50萬資本額 為什麼政府會跟他打契約說 那個雞蛋好幾億的生意給他做 如果齁 那個50萬就可以去賺那好幾億的 我看在下面不知道多少人都可以去做那個生意 那為什麼人家不找你做生意 都找那個 找那個那個特定的人來做 還有一點啦齁 那個平業 都還沒復業 政府就跟他簽約 這不是更奇怪嗎 所以齁 怎麼不對 還有一點啦齁 一直到今天你知道 邱晨元 他們有沒有交代說那個 5400萬顆雞蛋的下落 還有沒有 要銷毀到現在還沒銷毀是不是 我跟你說 5400萬顆的雞蛋 你隨便找個地方掩埋看看 我跟你保證那個地方會臭死 我跟你講 所以齁 對啊這個一個笑話嘛 一直在問我的幕僚說 那5400... 他說 那個農業部說什麼 他那個5400萬顆的蛋報廢了 到底是報廢到哪裡去 現在去哪裡找 結果我那個幕僚跟我說在畫糞詞啦 都吃完了已經拉掉了 在畫糞詞 這個是這樣啦齁 政府要讓人民信任 其實我跟你講 單單那一個雞蛋你就知道問題 問題一大堆嘛 所以不管從以前的高端 那個一看就是怪嘛 你怎麼會是這樣 所以齁 政府能不能改變政策 其實是可以 但是他要基本的政治價值 什麼叫政治價值 不要為了短期利益 犧牲長期利益 不要為了政黨利益 犧牲國家利益 不要為了少數的利益 犧牲多數人的利益 更何況 為了一個人的利益 犧牲多數人的利益 當時要蓋那個 不是 要為那個深奧電腦被人拿掉是為什麼 其實我也知道 就為了蘇貞昌選舉嘛 你為了一時選舉的需要 那整個計畫改變 不然喔 我在這個地方直接挑戰賴清德 請你再出來說明一遍 在2018年 你一開始是支持深奧電廠要蓋的 為什麼到後來突然說不要蓋了 那你要出來說明啊 你是怎麼轉折的 所以我說 政府能不能改變立場 當然可以 環境不可以改變 但是你要說明你是為什麼改變 如果你今天是有這種 科學上的理由啦 有什麼樣的理由 你要改我當然同意 你今天為了一時選舉的需要 把一個國家這麼大的計畫大轉彎 一開始你說沒有電要蓋 後來說電夠的不要蓋 然後第二年又說電不夠 所以要蓋在桃園蓋那個三階 就是那個天然氣第三階收站 所以一下子有電 一下子沒電 一下子又 一下子有電 一下子沒電 一下子 哇搞不清楚 哪一個哪一個 這個是開玩笑 所以喔 還是那一句話 我希望我們台灣是一個 理性務實科學的國家 但是先決條件就是 政府要可信 當政府沒有信任的時候 後面講什麼都沒有用 所以我在前幾天 我也提出那個 我說我們的財政紀律要改 第一條就是 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劃分法 這條要改 我們目前台灣 你知道 地方政府的稅收 大概只佔他總支出不到50% 其他的錢是靠中央補助的 所以每個地方政府看起來 都很像乞丐 要中央錢給他 不然他就沒辦法 既然喔 要爆料再爆一個 2011 我跟你講喔 2016年5月20號 蔡英文要上任前三天 林權院長來找 我跟他見面 他說那個中央財政收支劃分法 他覺得要修 我說沒問題啊 已經十幾年沒有修了 這應該要修啊 他說 可是這個修完以後 對面台北市比較不利喔 我說不要緊 我說只要是公平的 讓這個地方財政大家 比較公平 我都沒意見 我說我同意修啊 我跟你講 他當時他信誓旦旦說 要收那個中央財政 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劃分法 說現在民進黨執政快要七年多了 快要八年了 有沒有修 沒有修 你知道為什麼嗎 權力 使人腐化 絕對的權力 使人絕對的腐化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在野的時候 他就一直罵 不公平不公平 這個都中央控制錢 中央集權 然後錢都握在手中 然後就很 看誰跟我好 我就給誰 誰跟我不好 我就不給誰 所以這個不對 要改 等到有一天他當選了以後 他突然發現 欸 這個錢是我在花的 突然不肯改了 所以就是那一句話 權力使人腐化 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 但是我跟大家保證 只要是我當選 我一定會改的 我們是希望這個國家好嘛 不是說我們來當官 你知道 自己好嘛 你想想看 地方政府的稅收 不夠他總支出的一半 台北還快70% 全國總平均不到50% 大概47 40幾而已 如果台北70幾% 那就表示有的 有的縣市是更低 你想想看 有的縣市 他的稅收不足以應付他總支出的 比方說30% 其他70% 都靠中央補助 我跟你講喔 在這個狀態下 還有什麼叫地方自治 沒有了嘛 大家都要看中央臉色啊 臉色那個 那個 稍微反抗 不順從的 錢就不給他 他怎麼有辦法那個 所以這樣啦 我們一定要把財政收支 劃分 劃分法要修改 然後 那個中央有一些錢 不必全部握在手上 該給的就給 還有一點很奇怪 你知道 我跟新北市民講 我那時候算一算 中央 中央的補助 你知道 台北市每一個人是補助2.4萬 新北市只有1.2萬 他少掉一半 這也是很奇怪 為什麼隔一個淡水河突然 錢少掉一半 那沒有道理嘛 所以應該要做到說 全部 不同的縣市 你知道 錢都差不多嘛 那個每一個人可以分到錢都差不多 然後 每一個縣市都 他都財政上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啦 至少 八九十 他要能夠自給自足嘛 所以少部分靠中央補助 你現在什麼都要看中央補助 這個 這個就是不對啦 所以 中央補地方財政壽事發布一定要修 再來 特別預算也一定要修 特別預算本來有四條 你知道 什麼情形卡可以用特別預算 你說發生戰爭 這個同意 發生天災 同意 921大地震就沒辦法 發生瘟疫 像COVID-19 這我同意 然後第四條 他說 不定期是重大事件 這個叫空白授權 這條應該要劃掉 前瞻計畫就是這樣來 我媽媽跟我說 有一次打電話給我 他說 文鐵啦 我看前瞻計畫很奇怪 他說怎麼奇怪 他說我們不是先有計畫再邊預算嗎 怎麼會先邊預算再有計畫 我說媽媽 連你都看得出來 那這就實在很嚴重了 哈哈哈哈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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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幾歲都看得懂前瞻計畫的問題 一般我們是有計畫嘛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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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小抄看一下 陳水扁喔 特別預算喔 七千八百億 馬英九八千兩百億 蔡英文喔 兩兆四千億 你看看喔 欸還有一個漏掉 李登輝七百億 欸你看看喔 那個 那個阿扁時代用七千億 阿馬英九八千億 阿有什麼理由蔡英文特別預算要兩兆 兩兆四千億 人家的三倍捏 所以這就是喔 欸我跟你說 人家也沒有發那麼多 為什麼你要發那麼多 這就是我覺得最通心的地方 你知道嗎 我做夢都沒有想到 民進黨墮落這麼快 我聽說喔 有一次我最近去宜蘭演講 我說喔要是陳定南喔 從浮沫爬出來 看到今天的民進黨喔 當中吐他又倒下去 欸這個 這講真的 當年陳定南給我們的印象 青年勤政愛相圖 青年勤政嘛對不對 你今天會把青年勤政 跟民進黨連在一起嗎 不會了嘛 所以我聽他們 他們經常在麻煩你知道嗎 欸欸欸 你們那個民進黨中央黨部喔 牆壁上那七個字 青年勤政愛相圖 是我實現的不是你們民進黨實現的 而且喔 我們愛民 青年勤政愛民愛相圖 阿還有一個更加笑 欸 今年不是大家都領到六千塊嗎 他的理由是說齁 政府操增 本來預算說今年要收多少稅 後來喔 比預計的都收了四千億 政府很賺錢你知道 所以發錢給大家 蔡英文喔 當政八年 除了2020年喔 那一年沒有操增 其他每一年都操增 而且操增喔 都一千億四千億這麼多 我跟大家講啦喔 我預計明年喔 大概要賺 要收多少稅 比方說一千億 結果到時候收了一千五百億 一年我可以說阿這個 有國際局勢變化 阿如果每年都這樣表示什麼 你知道 你那個預算有問題 我自己當台北市長喔 我都有要求喔 預算跟決算喔 超過3%要進來報告 你不可以預算一個線 阿然後決算差太多 不管是收入差太多 或支數差太多都不對 這表示你的估計有問題 你想想看喔 每年都超增一千億 那你為什麼 這表示你的預算書 計算有問題 阿最後喔 你說一開始就超增一千億 阿後來就變超增四千億 我跟你講喔 要超增很簡單 你只要把那個 預期的收入寫很低就可以 你把它降低就好了嘛 對不對 阿到時候就實際收 阿就差很多嘛 我才不相信說台灣喔 我就很想問那個 那個蔡英文政府 你每年都超增 阿為什麼欠稅 那個國債越來越多 阿不是很奇怪嗎 每年都超增 對不對 阿那個國債也越積越多 理論上應該去超增 應該去補那個國債 欠的錢要先房 所以在這個地方跟大家講喔 拉拉雜雜的講一大堆 我就要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其實政治沒有那麼困難 對的事情做不對的不要做 認真做 講完了就這麼簡單 台灣喔 只要正常台灣就是新加坡 我每次都這樣講 我常常講喔 我相信啦 那個白的董來這裡 一定跟你講說 台灣的偉大國家願景 什麼什麼愛台灣 點亮台灣 還有希望工程 還有什麼 我拜託你不要貪污就好囉 你跟我說幾碗不 我只懇求你不要貪污就好了 我說這句很悲凶 你說幾碗不 所以我常常說 人生最大事 所以我跟大家講 現在任的總統 第一 不要貪污 第二 不要意識形態太強 就是說 可以就可以 不可以就不可以 明明2025就不可能非核家園 不然你賴清德出來講 你2025要怎麼非核家園 你本來那個再生能源 就希望達到20% 結果現在才8% 就不到 你那個再生能源還沒上來 你時間到就把核電全部停掉 你中間那個插的電怎麼辦 難道用愛發電嗎 那就不可能 所以是這樣 不要意識形態太強 董人還有一樣 做事認真一點 最後當然如果聰明一點是更好的 好 因為他們說時間到了 所以我們也不用 我還是這樣 我希望說 甚至我忠心的希望 希望台灣就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所以為什麼我這一次 競選歌曲 那個歌名叫簡單的郎 簡單的人 我希望喔 那簡單的人就是說 那個認真打拼是我的信念 我講話不會這樣 圓圓圈圈變來變去 所以我相信我希望你知道 一個簡單的人 可以台灣的社會 過得快快樂樂 我希望說 我們後一代 所以一個簡單的人 可以我們的社會 活得快快樂樂 不需要每天這樣 變來變去 不要啦 簡單的人 所以我們這個 政府就是 對的事情做 不對的不要做 認真做 這樣就好 你說太多 沒辦法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 我們還是一樣 希望快樂 其實年輕人不怕辛苦 年輕人怕沒希望 我跟你講 更辛苦大家也可以 你認真就不好 然後他們要認真 你才跟小孩說 你們要認真 認真也沒有用 房子還一樣買不起 也不敢結婚 也不敢生小孩 所以你不是說 事不宜沒有嗎 對 什麼叫事不宜沒有 存不了錢 買不了房 結不了婚 不敢生小孩 最重要的 對未來沒有希望 所以我們要找回台灣的希望 要支持誰 台灣的選擇 台灣的選擇 最強的選擇 台灣的選擇 沒有啦 我跟你說 其實也不用喊那麼多 我們用 沒有啦 我們用一種比較平實的心情 去面對我們這個世界 所以我希望大家齁 認真過每一天 快樂過每一天 那這樣就好了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人 可以在台灣的社會 認真的過每一天 快樂過每一天 那也不用太激情 好 謝謝大家